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拉财经 本期视频的重点 我们来看迪士尼 重点在流媒体业务上 迪士尼在流媒体行业里可能会遇到众多挑战 首先 其主要竞争对手奈飞最近太强了 这个领域态势就是此消彼长 由于游戏的成功意义在于 它创造了一些真正的新东西 而且是人们想看的 如果能够重复 将打击到传统的IP价值 迪士尼的IP特许经营电竞制作成本高达数亿美元 每集在迪士尼系列中花费高达2500万美元 而整个有游戏的剧集只花费了2100万美元 这就是说 特许经营权的价值或许会被重新估算 我们知道 迪士尼之所以能在好莱坞呼风唤语 是因为它的商业模式比其他电影公司好 因为消费者看电影的时候 大多数是奔着某个导演或者是演员去的 具体是哪家电影公司拍的不是特别重要 因此电影行业的定价权 往往掌握在导演和演员的手上 因此 背后的电影公司往往很难长期盈利 而迪士尼则不同 背后是自己的IP形象 所以公司本身话语权很重 所以 迪士尼电影制作的业务纯利是25% 主题公园和IP授权纯利25% 电视制作纯利30% 几乎是有保证的长期盈利模式 而这次 由于游戏不基于任何预先存在的知识产权 也不是基于有任何好莱坞大品牌附加到该项目 所以说 如果这个模式一旦可以重复的话 这才是最要命的 其次 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用户数 竞争用户数可能不及预期 因为竞争用户数是流媒体行业里的关键指标之一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印度 迪士尼家的国际化进程也是优先选了人口大国印度 不同于奈飞早期在美国本土发展几年后 再选择国际化 迪士尼家去年刚推出没几个月 国际版也亮相了 在18年购买Fox时 打包了印度流媒体Hotstar 在印度市场平台 其中包含了原来的Hotstar中 比较热门的印度赛事 以及迪士尼的一些影片 可能是为了早期打市场做促销 印度高级订阅价价为每年1499卢币 约每年20美元 远低于奈飞印度版的每个月499卢币 但是印度就是印度 目前的状况大家都知道 当基本生活都在不断讨论的当下 娱乐行业和消费也是在低谷 同时在印度市场竞争运发激烈 不少跨界巨头杀入 例如亚马逊 索尼等 第三个方面 成本端在扩大 收入端却没有跟上 从成本端来看 迪士尼员工人力成本上涨 人员流动频繁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而被解雇 迪士尼对疫苗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 公司要求员工接种疫苗 这点当然会引起反疫苗人士的集体抗疫 再从收入段来看 投行巴克莱预计 迪士尼业绩增长面临瓶颈 每用户平均收入会降低 虽然迪士尼似乎每周都会推出一些全新的内容 但并非每一款内容都具有相同的特许权价值或知名度 迪士尼家自上线以来一直走的是低价路线 比大部分流媒体平台更低的 而且提价的空间不大 迪士尼计划今年关闭100个国际电视频道 分发渠道的缩减 意味着短期压力的增加 第四个方面 迪士尼内容生产发生了延迟 这种延迟可能会影响到竞争用户数量的增长 10月 迪士尼推迟了多部原定将于2022年及2023年上映电影的档期 其中包括漫威系的电影《奇异博士2》 《黑豹2》和《雷神4》的 此外 四部未命名的电影已从上映日历中删除 其中包括一部迪士尼真人电影 两部漫威电影 这就意味着电影制作时间的拉长 影响到其他作品的进度 可能会增加内容成本 导致公司的经营负担增重 之前的黑寡妇主演起诉迪士尼违约 侵蚀了她以票房数字为基准的分红收益 其他漫威电影的众多主演都在冷眼旁观 已经出现了导演和演员部分流失的内耗问题 这都显示出了复杂的利益关系 这两年的疫情对迪士尼电影的上线计划 确实影响不小 不少影片都与当初的发布计划有所延期 并且一些带着顶级IP光环的影片 上映后的表现也多少被打了折扣 比如原本计划2020年上线的黑寡妇 在今年三季度初 才同时线上线下推出 虽然存在线上迪士尼家的风流 但线下影院票房着实一般 另外 出于不少国家地区为引进上映的原因 也影响了这些漫威大作的潜在价值挖掘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迪士尼估值体系受到机构的质疑 如果迪士尼家实现长期且稳定的流媒体经常性收入 需要将目前的用户增长速度至少提高一倍以上 而用户数的增长速度似乎在放缓 迪士尼CEO上个月暗示性言论 即迪士尼家平台的用户增长速度将放缓 预计第四季度全球付费用户将只会有几百万 低于分析师预期的一千多万 如果迪士尼想达到之前定下来的长期目标 也就是在2024年达到2.45亿的订阅数 那么迪士尼家的订阅增长数必须要比现在高出一倍 要至少达到奈飞的增长水平 这实现起来其实并不容易 最不好的情况是 市场看待迪士尼的估值体系会如何发生变化 是按照奈飞成长股的模式 还是回归之前的传统股的模式 这是决定股价走势的关键因素 如果按照疫情前的股价峰值来看 也就是150美金的水平 另外 迪士尼的线下业务仍面临疫情不确定的威胁 包括季节性因素 未来能否维持正向收益值的观察 迪士尼将于明年夏天推出星球大战沉浸式主题酒店 以吸引更多消费者在线下消费 包括华特迪士尼的新邮轮《愿望号》将于2022年起航 但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 一切都是未知数 机构方面 迪士尼遭多家机构下调评级 巴克莱资本将迪士尼公司评级下调至平配 目标价是175美元 此外 毛菲特·内森斯分析师将迪士尼的目标价 从185美元下调至180美元 并维持中性评级 这是迪士尼今年首次被大型金融机构下调期股票评级 当然 事情都是一方为二的 上面的内容延期说到底也只是延期而已 流媒体最后拼的还是内容本身 迪士尼目前已有的IP储备 以及近百年的创作经验 多少还是更让人放心一些的 同时 面对奈飞 HBO这样的内容创新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迪士尼是如何应对的 10月14日 迪士尼开启了亚太内容发布会 一口气公布了20多部亚太地区本地电影与影视剧集 同时宣布到2023年 迪士尼亚太地区原创作品将超过50部 而此前 迪士尼已经公布 今年11月 流媒体迪士尼家将陆续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上线 这次行动与此前奈飞海外布局的策略大同小异 现在迪士尼按照着奈飞的节奏一步步走向海外市场 最终相信 迪士尼能够凭借自己的强大链条获得更大的收益 从整体来看 明年 迪士尼2022至2023财年 考虑到排片的常态化 可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 不少热门的IP电影续集将相继上映 随着疫苗接种 抗病毒口服药剂的研发商用 疫情控制又往加快好转 推动线下影院消费恢复 同时 迪士尼的销售链条和知识产权保护已经非常完善 公司线下业务已经呈现出了更多元的路径 例如 近来迪士尼的达菲家族的新角色 琳娜贝尔全球亮相 迅速引起了年轻群体的追捧 相关玩偶引起抢购热潮 价格飙升 这个在番外片中会给出观点 长期来看 迪士尼主题公园及商品零售 业务龙头地位稳固 更多的受到整体消费 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常态下可以视为一个稳定的现金流 机构中美英表态 继续看好迪士尼长期前景 重生买入瓶颈 墨白价为223美元 美英认为 迪士尼家的成功是支撑其看涨观点的重要因素 随着公司在2020财年 恢复更正常的内容制造计划 并向新市场扩张 迪士尼新用户有望再次加速增长 消息面有报道称 迪士尼正在评估ESPN的战略机遇和分拆的可能 自从在线体育博彩通过后 ESPN的收视率大幅上升 然而赌博并不符合迪士尼的企业形象 就连迪士尼的邮轮也没有赌场 如果真的分拆 ESPN将来可能会通过体育博彩网站的合作 和其比赛直播转播权的价值来释放价值 将使迪士尼能够专注于其他流媒体服务 或许更符合迪士尼的企业形象 持仓方面 我个人将继续保持耐心 继续持有 这是一个经典重启交易 股价来看 目前已经来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开仓价格 168美金附近 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好的交易价格是150美元范围 这是基于52周范围内的中间点 是否能够达到那里 没有人知道 这两个价格在之前的第527期的视频中 已经给出了 19位分析师 12个月的平均目标价格为215美元 我们给出的估值也是200至210美金 以上观点 请供大家参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总之 对于迪士尼公司本身而言 短期的确面临了不小的问题 但自身的基本盘依然稳固 我们在之前的一期视频中说过 迪士尼接下来需要面临的压力只增不减 这个季度 接下来的时间会对迪士尼比较不利 包括财报中的前瞻指引 估计也不会太乐观 但我们无法预测市场 只能应对市场 市场呈现给我们什么样的事实 我们就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市场明显高估的时候 控仓 绝对不再追高 市场明显低估的时候 加仓 绝对不放过任何一次低价购买优质股的机会 迪士尼未来的道路还很长 其娱乐王国扩张之路也可以一步步来兑现 希望以上的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记得点赞转发和订阅 谢谢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 如果有缘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本期番外篇 我们来说一下迪士尼新的财富密码 出道20天 风头盖国威震天 人气直逼新带路 身价暴涨10倍 更有人为他从早到晚排队7小时 让千万网友疯狂追捧 成为迪士尼新境顶流 一只毛绒玩具 硬是被玩出了奢侈品的味道 它就是迪士尼最新IP林娜贝尔 一只粉色的狐狸玩偶 在林娜贝尔出道之前 已经有6名成员相继出道 林娜贝尔是达菲家族的第7位成员 与传统的米老鼠系列 和迪士尼公主系列不同 林娜贝尔及达菲家族 其他成员的成名之路 并没有影视资源和文学作品作为支撑 甚至达菲家族最早诞生时 没有故事 没有自己的名字 只是顶着迪士尼光环的一只普通的小熊 推出后并不会用户认可 后来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 对达菲熊进行了全新包装 给他设定了一个来源故事 米尼送了米奇一只玩具熊 名字就叫达菲 有一天 米奇带着他最喜欢的小熊 去了魔法王国 坐在灰姑娘城堡面前 米奇许了个愿望 多希望有人和我一起 分享乐园里面的喜悦和激动啊 这时候 魔法发生了 小玩具熊变成了活的 就是上面的这个简单的故事 不断重复 不断被顶流网红加持 成功强化了人们 对达菲玩具熊的认知 顶着米奇最爱的玩具熊光环 加上童话故事的加持 达菲开始在日本走 之后 迪士尼趁热打铁 让达菲广交朋友 小熊雪丽眉 绿毛猫杰拉多尼 春儿狗可前 海龟奥勒米拉 紫色兔子星带露 以及最近的林纳贝尔 都是达菲的朋友 其实在最近林纳贝尔走红之前 迪士尼最火的女明星 是紫色兔子星带露 这个IP形象销售更加火爆 迄今为止 迪士尼销售出的 星带露主题商品叠加 其总高度相当于 119座珠穆朗玛风 数据显示 迪士尼主题公园业务中 也是商品授权与零售占比最大 达到了25% 美国十大头部IP 全部来自于迪士尼 其衍生品的收入 是纯内容收入的4.2倍 可见 这就是IP的力量 是迪士尼营销的手段 像打造流量明星一样 打造IP 同时 从很大程度上来讲 是互联网大环境的变化 以及Z世代消费习惯的更迭 让达菲家族的造星模式 大获成功 年轻人生活压力大 节奏快 萌经济满足了消费者 最基本的情感需求 达菲家族这个卖萌的商家 还利用消费者的稀缺心理 用限量款 爆款的方式 使商品成为消费者的社交货币 刺激Z世代进行消费 对Z世代来说 基于盟经济的消费 成为了一种炫耀性消费 总之 这是迪士尼又一次 对流量成功的变现 现在还在不断的深化中 将来或许还会不断的演绎 这已经成为迪士尼新的财富密码 感谢观看